陈耀祥主委是否试任 以及他在这个任内上任至今 各种光怪陆离的手法 真的是这个叹为官职 各位可以想想 如果一个国家的独立机关 甘于沦为政治的打手 这样的人在国会里面 可以推翻交通委员会 当时要求的一个决议 他一人就是可以支手遮天的 办非常多的政治案件 除了我想大家对于禁电室这件事情 他已经被列为他治案的被告 有独职之嫌 是不是他有得到蔡总统 或者是书院长高层的指示呢 他公然回答说 没有 只需乌有 北检为什么把它列为 他治案的这个被告对象 那如果谁知又有起诉的事实 那陈耀祥主委 你还能在国会里面 还能够公然的说谎 为自己脱罪吗 NCC的这个相关的诉讼费 跟法律咨询费的预算呢 这个是年年这个攀高 那个跟107年比起来 甚至已经快要到这个八倍之多了 我们看到的 他大概都是针对某一个电视台 当年的案件呢 一再地祭出开罚的动作 陈耀祥无视行政中立 甚至现在已经诉讼缠身了 凸显其严重不适任 但是还是俊练着这个相关的权位 而不下台 刚在四五月强行闯关 回顾陈耀祥主委 在NCC的在职期间的争议频传 甚至是绿化媒体的行为 已经完全不言了 无疑立场非常的偏驳 尤其现在又涉入相关的司法程序 如果还不自行回避 在广义上来讲 已经违法了依法行政的原则